嘩!這兩個紋身 這樣的質素 講緊差不多要成萬元 價錢還要不清不楚 還不是紋身海鮮的 今次單Case在網上已經引來很多人關注 不少紋身師見到都挺身出來回應 享受愛與自由 這條片是由鬱神使有壽的Tanga贊助播出 這位首次紋身師是蘇小姐的滑畫學生 本身是私圖關係 於是做生不如做熟 蘇小姐第一次紋身就獻給她 還是用Handpock形式 即是用手針逐一逐一刺入皮膚 取代平時用肌紋的方式 紋身師跟我說紋身的價錢大概是4000元 她說要見面的時候 再去為我量度尺寸 再去決定實價是多少 她也有事先跟我說 一個淺色的圖案 紋的時長會長一點 於是價錢也會貴一點 本身我的心意是想紋一張 小一點的Flash圖 但是紋身師就說 紋大一點的話會漂亮一點 因為那張圖案裏面 可以做多一點的細節給我 她說她是短小時去收費 但是她是沒有確實說 根額是多少 而她問我預算 我就說我的預算 大概是8000元左右 她就說OK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我會說8000元左右的預算呢 因為當初紋細圖時 她說4000元 於是我就大概up一個double 不過紋到中途 紋身師就說 覆圖今天完成不到 要改日繼續 當時就完成了第一節的紋身 第一節的紋身時長大概是6至7個小時 那時候紋身師都叫我徵訊收費 就給6000元 那我當晚已經過了數給她的 因為紋身師這麼巧 她是我朋友就WhatsApp找我 她就跟我說 她另外有一個客戶 她的圖案比我更加之大 她就說 我以為今天完到原來還未完到 那當時我就借個機會 都問回我的朋友 那究竟我的紋身呢 我是不是 像你所說的 問多日就可以完成到呢 那當時紋身師就回答我 遇不到不知道 那我再追問價錢 再繼續追問時間 紋身師都說 是回答不到的 總之就是她說 她收費是一千五百元一個小時 如果她是收費一千五百元一個小時 而她需要紋大概三折的紋身 那即是一千五百元你乘回六至七個小時 其實一日已經是差不多成一萬元一日 那如果再紋三折的話 其實就是兩三萬元不等 她是變成一個 暗孔的海鮮價 蘇小姐之後跟她商議 說醉醬只能夠afford到一萬元 不過紋身師就說 一萬元只是做到線稿 那我就提議這個 萬八元來的預算 那紋身師就說萬八元都不行 她說要兩萬元 那最後呢 我就跟她商議了 這個兩萬來的方案去做這個紋身 哇 本身budget只是四千元 無端端就加到變兩萬元 市主只能夠顏食 因為已經洗濕了頭 最後五至六個小時紋身之後 我的圖案是有即時皮膚腫起了 那當時紋身師就跟我噴了一些鎮定的噴毛 他說紋淺色的圖案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會比較辛苦的 紋完之後四十八小時 情況更加嚴重 圖案見到有含龍 整隻手臂都紅腫 痛到紮筆都拿不到 還發霉燒 紋身師叫我在一個發炎的傷口上 塗凡士林 例如她說見到我有燒 她就見到我有發炎的症狀 但沒有好到 她就叫我停止吃消炎藥 其餘呢 她叫我塗癲酒 她叫我用生理鹽水去處理傷口 那些我都是有聽足她的指引去做 我都是有做到的 聽足又死 聽不足又死 傷口沒有好轉 不但情況更越來越嚴重 第二天 她就跟紋身師一起去看醫生 醫生子就寫到明 病因是紋身後發炎 我都有精神了一些紋身界朋友的意見 其實是 針功 未必是針功的問題 可能導致傷口感 而當時紋身師是親口承認她的錯誤 還有跟我道歉 她說她自己因為經驗不足 所以導致我的手臂受傷了 所以當時她是答應了賠償一個金額 她們就在這天簽下欠據 紋身師就說會賠償4萬元 包括退回1萬3千元紋身費 7千元醫藥費 以及2萬元給蘇小姐之後 cover回紋身 紋身師即時已經賠償2萬元 亦口頭承諾 會在6月底賠償剩下的2萬元美數 誰知這個時候 紋身師出意反意拒絕賠償 紋身師還說她是皮膚敏感 所以才會發炎 但她後來看醫生 就證明了她對紋身顏料是沒有敏感 紋身師其後說不排除會出律師信 而蘇小姐最近都已經從小壓前仔追討 事主將這件事經過分享出來 那帖子有差不多7千個人like 不少留言都支持她 大師傅都未收2萬元 2萬元整隻手啦 她真是貪到上路又無聊 首次應該出道較慢 段中計不合理吧 貼文一出 不少受害人都紛紛出現 Cherry就是其中一個 她的紋身在膝蓋位置 範圍就不算小 紋身師說要分幾次紋 Cherry心想 紋身師是段中計算錢 如果這一個分幾次紋 每次兩三個小時 價錢都尚算合理 不過最匪夷所思的是 這最後我紋完第一次紋身 她收了我總共六個小時的錢 是由我一入宿舍開始就算 包括她的印圖 滑圖 設置紋身要用的東西 消毒那些 還有中途我都跟她吃了個飯的 她都照計算的 全部都計算了我錢 實際其實我給她多一點 她應該頂盡四個半小時 Cherry怎麼都猜不到 段中計是敢計法 重要這裏都只不過是紋了第一部分 還有兩部分未紋 就已經收了九千元 再來多兩次 未差不多要成三萬元 這位紋身師同樣地 都是沒有說清楚大致收費 她都沒有說過 她是由一入宿舍就算 如果她有說的話 我當然是 可能連傾套都不會去傾 她覺得可能九百元都給了她 一千元都給了她 可能這個圖就是九百元 感覺被人騙了的Cherry 已經沒有找她 紋了其他未完成的部分 現在紋身就約了第二個紋身師Cover 說回蘇小姐 事後這個紋身師 也有在自己IG上出Story 叫大家小心 還說源自於事先無簽連責聲明 她也在個人Facebook出片回應 這片是她朋友傳給事主 內容大致上就是說 她認為事主將利益最大化 所以就在網上抹黑她 她也即時報警 說自己問心無愧 又說事主如果覺得價錢不OK 一開始就不應該答應 究竟件事真相是怎樣 我們就曾經約過攝氏紋身師出來回應 不過她就說諮詢中律師不方便回應 我們就找來兩位資深紋身師說說 瑪莉跟了國際級數的紋身師 虎仔已經有六年了 而Desmond都跟過虎仔 並且已經有三年的學徒經驗 究竟紋身的價錢是否這麼浮動 很難預計的呢 紋身的收費是有很多criteria可以影響到 包括你剛才說是臨時都會影響到 例如是紋身需要突然間放大縮小的情況 有沒有需要客人突然間想加些東西 減些東西的情況 又或者其實是紋身師主動地覺得 這個圖案放在這個位置 會不會有特別的動作 特別的adjudgment是可以放下去 令到效果更加好 你剛才說的這個案子 聽下去就不合理了 因為客人不知情 任何收費 應該是在客人知情及同意之下做到的 而這個所謂知情同意 當然是紋身之前能夠同意一個標準 即使不是一個正確的收費 我們說不定的 有可能超過一萬 有可能低過一萬 一般來說 是不會完全無法預計一個紋身的duration 簡單一點 你有經驗的 你沒有經驗也好 你旁邊會有同事 你有你的師傅 你有師兄師姐 有很多學家 你是可以refer到 可以得到相關資訊 所以我在這個case 我不相信一個完全預計不到的 但再次有一個range 你不是說十個小時一定做得完那件事 不一定的 因為實在有太多臨時臨場會發生的事 但是說一個紋身 我預計十個小時的完成時間 我不會去到第九個半小時 我才知道我第十個小時完成不到的 攝氏紋身師斷中收費 但是就連吃飯 印圖都計中 情況在紋身界又是否普遍呢 沒有說不可能的 我只能夠說 只要客人之情 客人同意下 這種收費形式是不會不合理的 因為我們都試過幾多經驗 即使外國來的紋身師 像Gas Artists這樣說 吃煙、吃飯全部都照收 客人同意 OK 沒問題 他還叫市主在已經發炎的傷口上 塗凡士林 又是否正確呢 離開紋身舖之後的日子 我們都不會叫客人塗凡士林 因為凡士林有一個作用 就是他將上面的傷口密封 令到他不會滲很多血水和墨水出來 我們紋身師一般的過程會用 是因為我們想避免他滲很多水 因為我們做的過程會影響到 但是第一天回家的時候 我們都不想水流回家 所以我們會這樣幫他處理 你問我的理解就是 如果你將一個傷口上面塗凡士林 你就會令到那個 一來裡面想滲出來的血液 你的血液是排不走 之餘你也清潔上會變得很困難 他們還建議第一次接觸紋身的朋友仔 不要怕問價 最重要是雙方溝通清楚 大家對今次事件又怎樣看呢 歡迎留言 記得LIKE和SHARE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